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杨风,今天节目的背景图,是英国白金汉宫, 这是英国王宫,是英国女王的办公地点,还有她的住所。 今年7月14日,英国政府刚宣布,停止在5G网络建设中, 继续使用华为的设备,并且还给了两个时间点, 一个是今年年底,12月31日开始,英国政府要停止购买新的华为设备, 并且,英国的5G网络中,现有的华为设备,必须要在2027之前,拆除。 这一项措施,是英国首相Boris Johnson 拍板定案的。 不仅仅如此,华为最近可以说是接连失利。 7月5日,巴黎路透社报道, 法国虽然不会完全禁用华为的设备,但是会鼓励法国的5G营运商,避免使用华为的设备。 法国是说,会设法将华为的设备,排除在核心网络之外, 因为核心网络是处理客户个人资料等敏感信息,会有较高的监控和安全的风险。 同样的,也在上星期,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放弃了与华为的合作, 并且直接拒绝华为的招标资格。 也是用同样的理由,采用华为的设备,会威胁到国家安全。 目前,在欧洲主要国家中,就只剩下德国,还没有做最后的决定。 华为在德国,还有希望。 为什么华为在欧洲接连势力呢? 我们先看英国的说法。 英国的说法是,5月15号,美国出炉了封锁华为的新规定。 全球任何公司,只要是用上了美国的技术,包括硬件、软件和设备,都要向美国政府申请, 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之后,才可以卖给华为。 所以,英国政府认为,在美国新的禁令措施之下,华为没有办法提供所需要的设备, 所以就干脆去除了华为的资格,并且还要在2027年之前,把所有的华为设备,全部都移除。 英国政府所用的理由,其实我们在5月15号,美国的新禁令出来之后,就已经说了, 并且在往后的节目中,又说了至少两次。 华为,还有北京,必须要说服外界,华为在美国的封锁之下, 有能力获得通讯设备,所需要的芯片。 因为,美国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世界各国。 在我的封锁之下,华为将得不到任何的芯片,可以用来制造生产, 华为的通讯设备。 即使华为的通讯设备,不需要用到7奈米,或者是14奈米的芯片。 但是,美国的目的,就是要让华为,连28奈米,甚至于是65奈米的芯片,都得不到, 彻底来卡住华为的设备生产。 在过去,我们曾经几次三番地强调,世界各国,都会看势头,看风向。 美中两大国交手,美国对华为芯片封锁,世界都在看,都在看风向。 很多国家,都在观看其中的变化,再来做决定。 如果华为,还有北京,没有办法证明,华为可以顺利拿到芯片, 保证设备的生产没有障碍的话,那么,人家就会打上一个问号,会质疑你的能力。 这是我们在节目中,一再强调说明的。 各位可以去查看,过去这两个月来的影片和视频。 上月,六月份的时候,上海维电子半导体设备公司对外宣布, 将会在明年2021年,或者是2022年的时候,交付28奈米的光刻机。 到时候,中国就会生产28奈米的芯片,并且还可以运用多次曝光, 还可以生产14奈米的芯片。 但是,上海维电,能不能够按照预定的时间来交付? 外界还是有疑问的。 所以,北京和华为必须要想办法来证明, 或者是说服外界,相信华为的设备生产是没有问题的。 6月16号,我们有一期的节目。 美国极限封杀华为,中国被迫打造自己的半导体供应链。 杨风详细解释了,华为的规划,以及中国大陆可能的计划, 是要在两三年之内,积极打造自己的半导体供应链, 从而避免美国的半导体封锁。 其中,上海维电,28奈米的光刻机,就是重要的一个环节。 很可惜,北京和华为,看起来并没有成功的, 做到这一点,能够说服外界的疑虑。 到目前为止,28奈米的光刻机,都还只是传说, 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必须要等到一年之后,才会知道答案。 恐怕到时候,华为的5G合同,已经会跑掉一些。 杨风再强调一遍,势头和风向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英国不采用华为的通讯设备,不是只有这些原因而已。 很明显的,英国是受到美国的压力。 英国脱欧之后,最理想的状况是,仍然维持与欧盟的经贸关系。 但是,在这方面的谈判,进展一直都不是很顺利。 杨风也不看好,欧盟不会轻易放过英国, 让英国在脱欧之后,还能够享有和欧盟成员国一样的待遇。 去年英国脱欧的时候,我们曾经说, 英国必须寄希望于两个国家,第一个是美国,第二个是中国。 对于英国而言,美国是现有的经贸关系,而与中国的经贸潜力,在未来可能会更加巨大。 所以,选择哪一个呢? 最好是两个都要,两个国家都能够和英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2015年,中国与英国的商贸合作关系密切,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George Osborne, 曾经指出,中英合作正位于黄金十年的起点,中英黄金十年,就开始被外界广泛的报道。 但是,这黄金十年,才过了一半的时间,中英两国的经贸关系,并没有实质上的进展,到今年这个局面,反而是更加退华。 英国政府这个决定,为英国与华为长达20年的伙伴关系,画下了一道休止符,同时也为中英关系,埋下了一个不可知的变数。 英国作为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是上一轮的世界大权国家,英国向来的外交手腕,是非常细腻,这次却是快速地冲到了前头。 很简单,除了经贸关系之外,英国需要美国在国际政治上的支持,尤其是在脱欧之后。 脱欧之后的英国,如果没有美国的政治支持,英国在国际上,将不会有什么发言权,会被边缘化。 英国想要在国际上,保有能见度,保持发言权,不能够没有美国的支持,这对英国来说,是更加重要。 另外,这两个月,香港局势的发展,香港国安法的通过,也注定了中英两国,往后的道路不会平坦。 英国一直认为,对香港这个潜质密地,具有发言权,英国反对北京通过香港国安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英国政府正式宣布禁用华为设备之前,表示说,英国是否能够再为英国的中国企业,提供一个开放公平和非歧视的商业经营环境, 将会是英国脱欧之后,市场走向的四金石。 也是中国在英国投资是否安全的风向标。 中方将会密切关注。 赵立坚,这个声明充分暗示了,英国脱欧之后,需要中国的经贸支持。 中国也愿意在经贸上,加强与英国的关系。 但是,如果英国执意要禁止华为的设备,必然会有损中英两国的经贸关系。 也会损伤往后中国对英国的投资。 但是,赵立坚这番表态和说明,仍然是无力回天。 自从2019年5月,美国开始对华为芯片封锁以来,华为可以说是想尽了各种办法。 华为在各国广设研发中心,简单的说,就是拿出钱来投资。 华为想要借此表示,愿意和其他国家合作,把根扎在各个国家。 同时,华为也透过德国做了安全测试,来证明华为的设备,没有安全问题,没有后门。 另外,华为也说,可以分享原代码 source code。 2019年9月,任正非说,愿意与美国的公司分享5G技术,让美国可以因此而建立自己的5G产业。 美国公司可以修改华为的5G技术,甚至于可以修改软件的代码,来满足美国的国家安全需要。 除此之外,华为在意大利和英国都有巨额的投资。 华为在英国的剑桥设有研发中心,在意大利也有研发中心。 这些巨额的投资,并没有能够起到预期的作用。 华为这些努力,又是投资,又是分享技术,也愿意开放原代码,开放安全测试。 但是,都没有达到华为所预期的效果。 对于法国来说,法国采用的是四平八稳的做法。 法国的做法是,不会完全禁用华为的设备,但是会鼓励法国的5G营运商,避免使用华为的设备。 可以这么说,法国不想在华为的问题上,与美国多做纠缠。 因为法国和美国还有其他的重要议题,比如说数字税。 法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想要向美国一些大型网络科技公司,来征收数字税。 所以,很清楚的,法国不愿意在华为问题上,与美国过度纠缠。 但是,也不愿意完全听美国的话,来拒绝华为。 一方面,完全拒绝华为,也会得罪中国。 另外一方面,也会失去与美国在数字税上讨价还价的筹码。 所谓的五眼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纽西兰,目前几乎都拒绝了华为的设备。 对华为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从国际地缘政治,和国际战略的角度来看,美国即便是没有办法,说服欧洲,跟美国采用,采取同一个步调,来封锁华为,禁止使用华为的设备。 但是,美国仍然成功动员了五眼联盟国家,对华为一致行动。 目前,国际地缘政治的格局,已经形成了三个板块。 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这一块,然后是中国和俄国,再过来就是欧盟。 同时,这也是目前国际经济的三大板块。 杨风在这里,要再一次的总结,去年我们在节目中的观点。 这是我们在去年6月18号的节目中所做的判断。 由于美国的封锁,华为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发展,会受到阻碍。 如果认为,华为拥有5G专利和技术上的优势,就单纯地认为说, 华为在欧洲大陆上,可以大展拳脚,那是过度乐观了。 欧洲本身,就有两家通讯设备大厂。 瑞典的爱立信,芬兰的诺基亚。 不可能把所有的5G建设合同,都交给华为。 就算是,去除了美国对华为的芯片封锁。 光是这两家欧洲通讯设备大厂,华为就很难在欧洲,拿到过多的通讯设备合约。 而由于美国的封锁,华为要在欧盟国家开展市场,会相当的困难。 更比如说,拿到无眼国家的5G设备合同。 华为在欧洲国家,尽可以努力,尽人士听天命。 但是,华为在非欧美国家,绝对可以大展身手。 这包括了东南亚,中南美洲,中东,中亚,甚至于非洲国家。 这就是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 但是,包括了俄罗斯的市场。 这就是杨风在去年节目中所说的,华为的半壁江山。 这是以地理来区分。 华为虽然在欧美国家的5G通讯设备市场, 会受到阻碍,难以发展。 但是,华为可以在这些非欧美国家中努力。 由于华为具备价格的竞争力,性价比比较高。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比较不会受到美国封锁令的影响。 只不过,欧美日这些国家,是全球比较富裕的国家。 少了这些国家的市场。 华为的5G通讯设备的合约金额,自然也会大为减少。 不过,华为虽然无法在欧洲大陆大展拳脚。 但是,华为可以收取5G的专利费用, 然后努力地在其他非欧美国家开发市场。 另外一方面,这个月来,由于中印边界纠纷, 印度可能也会加入禁止使用华为设备的阵营里头。 这对华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挫折。 华为可以说是连番遇挫。 那么,这会不会导致连锁的效应呢? 一方面,让华为拿不到新的5G设备合约, 而另外一方面,也让华为失去既有的合约。 这就要回到刚刚所说的半壁江山的说法了。 华为要尽力地巩固既有的合约, 然后积极地争取非欧美的市场。 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中的三大板块当中, 除了五眼国家和部分欧洲日本的市场之外, 华为仍然大有可为。 世界格局在变动,本来是欧美一家的政治和经济板块。 由于川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的对外政策, 与各国大打贸易战,包括了欧盟国家。 这就导致了全球形成了新的经济和政治格局。 尽管华为连番失利,对北京和华为都算是一个打击。 但是,全球新的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出现, 对欧盟和对中国,将会是一个新的局面。 对于美国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打击华为之后, 美国能不能够成功建立自己的5G通讯设备产业? 如果不能够的话,那可是白忙了一场, 好处都给爱立信和诺基亚给占去了。 我们将继续为您解析,谢谢各位的收看, 这里是杨风时评,提醒您打开视频右下方的小铃铛, 这样您才会收到新节目的通知。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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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